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又有一個新的免費更新檔釋出了 我們在昨天已經有一個緊急更新檔 來修復人物的介面會有扭曲或者是卡檔的問題 然後今天又有一個新的免費更新檔了 真的超級快的 然後這一次就是修復其他的問題了 那SIMS官方目前主要是修復他們之前公布的三項大bug 第一個就是人物介面可能有扭曲 畫面顯示異常的情況 那這個通常是有使用生兒育女資料片比較會發生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人物的互動過度刻薄 或是罵對方 那第三個就是人物的社區故事有一些不當的情感關係 例如說像誰愛上他的親戚家人之類的 好,那今天試出的更新檔就是修復後面哪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修復內容主要是針對人物過度的刻薄互動 還有不當的浪漫關係 跟不當的一些電話 因為有些人物可能會打電話來說 我愛上我的什麼親戚之類的 目前這個更新檔依然是適用電腦的部分 也就是PC還有Mac 那如果是家機的話 PlayStation、Xbox可以拿到再稍微等一下 因為通常家機的一些軟體上市的審核流程都比較嚴格一些 所以花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不過他們說大概下週也會在家機釋出更新檔了 好,這邊有更細像的bug的修復內容 第一個就是人物不再會無來由的對其他人很刻薄 第二個,如果是有親戚關係的人物 不再會互相產生一些不適當的浪漫關係 那這個是透過社區故事來發展的 然後再來原本打電話給領養中心的電話是有問題的 現在這功能也修復好了 然後烹染心動資料片 人物不再會收到來自親戚的不當電話 什麼電話?這部分我還沒有收到 不過我猜應該也是一些浪漫上官的電話 好,所以目前官方之前公告的三大修復重點已經全部修復完畢了 這次緊急更新檔這件事出的還蠻快的 因為我們大概前天嗎?還是大前天 有第一波的免費更新大概版嗎? 然後隔天就釋出了一個新的緊急更新檔 修復一些問題 然後今天又有一個新的更新檔 所以每隔一天就有一個新的更新檔 這件事還蠻快的 好了,希望這次遊戲不要在我bug了 希望希望 對了,在每次有更新的時候 建議都把模組先暫時移除 因為有時候很多遊戲問題 很有可能就是模組造成的 因為可能模組會跟當下版本不一定相容嘛 就可能造成一些 介面、扭曲啊 或者是無法打開遊戲啊 遊戲卡住、閃退的問題都有可能 所以建議先把模組移除 測試遊戲 確定都正常了再慢慢把模組加回去 這樣可能比較保險一些 也比較知道說是遊戲本身的問題 還是模組的問題 關於這個最新的更新檔 我還沒有時間下載 我晚點有空的時候再再再看 希望一切運作宣傳希望 真覺得每次更新完畢 進遊戲都會有點緊張對不對 好吧,那希望這家的遊戲 都能夠運作順利 運作得很順暢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我會持續更新SIMS的最新消息 所以不要忘記按下訂閱 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的發片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